今天我们的材料有主角就是意大利面 然后海鲜我用的是虾仁 青豆还有剩驴果 这一包就是意大利面的酱 这个酱可以随意选择你喜欢什么酱都可以的 我这一个是香草酱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咯 这就是我之前有冷藏的面 然后把这个保鲜膜打开 是整一个这样子的面饼 就是刚好一次的分量 然后现在水已经开了 我们把它放下去 然后拿起筷子稍微把它搅拌一下 好 大家看到真的不到一分钟 它已经是散开了 然后我们再搅拌一下 记得要搅拌开 面条煮好之后我们就放入虾仁 因为虾都是非常容易熟的 所以最后最后放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剩驴果 然后就是青豆 因为我们要弄的五颜六色的 好可爱的颜色 接下来我们就把煮好的意大利面 还有其他材料倒到这个大大小里面 然后我们再倒回刚才的锅中 我们今天是加这一个意大利面的酱 它里面是有两包的 因为有时候我发现特别是西安超市里面那些意大利酱都是很大一瓶 然后真的是用不完 然后这个是一小包基本一次就用一包成人的分量 如果小孩子真的是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就好了 非常简单 让我们倒一点点下去 然后再拌均匀 现在就可以上叠了 我们完成了 哇 好漂亮 然后我可以再撒上一点点的芝士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快速海鲜意大利面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记得订阅我们 好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